みなさん こんにちは みえこです 大家好 我是みえこ 美容子 你们去到日本的时候 肯定想跟日本人交流是不是? 那么 用什么样的语言来交流呢? 用日语交流 还是用汉语交流 还是用英语交流 应该用双方都听得懂的语言来交流是不是? 那么 交流之前 应该确认一下 你会说什么语言? 你会说汉语吗? 你会说英语吗? 这样 确认 是不是? 那么 这样的时候 应该怎么问呢? 好 那么 看一下白板 你们先记住这个句心 什么什么语言が 話せますか? 这个句心 話せます 是 話します 说 話します 的可能动词 是 話せます 什么什么语言が 句子是 が 这个一定要记住 が 什么什么语言が 話せますか? 意思 是 你会说 什么什么语言吗? 好 那么 你们记一下就写 语言的名字 好 第一个 读一下 中国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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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汉语的意思 这个 韩国語 韩国語 就是韩国语的意思 好 这个 英語 英語 就是英语的意思 好 这个 名古屋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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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名古屋弁 就是名古屋弁 这个弁 表示翻译言 那么 大阪話 再来ましょうな 大阪弁 好 那么 用这个句心 我们再来 读一遍 中国語が 話せますか? 中国語 中国語 が 話せますか? 你不语 小汉语吗? 韩国語 が 話せますか? 韩国語 が 話せますか? 你不语 韩国语吗? 英語 が 話せますか? 英語 が 話せますか? 你不语 英语吗? 名古屋弁 が 話せますか? 名古屋弁 が 話せますか? 你不语 说名古語 话吗? 这个意思 你们现在知道了 什么什么 が 話せますか? 这个句心 是不是? 那么 可能 日本人也问你 日本語 が 話せますか? 你不语 说日语吗? 这样问你 如果你会 はい 話せます 这样回答 如果你 不会 一言 話せません 这样回答 你们记住了吗? 谢谢大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バイバイ 今天的课 你觉得怎么样? 如果你喜欢 请不要忘记 给我点赞 很多人都支持的话 我有努力拍下去啦 还有 请关注我的微博 美容子老师的日课 谢谢大家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